一课精选,好知识就在耳边 用智慧,保养美丽 用自在,让幸福不老 你好,我是林静云医师 上一集,我们聊了在忙碌之余 也需要充分休息 让身体可以获得喘息的机会 再透过我的经验心得 教导你如何拥有优质的睡眠 如果身体一直保持在劳累的状态 不只可能会中风 还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容貌 谈到容貌,很多人认为 这是爱情的一道关卡 步入中老年后,就更害怕年老色衰 变得保守 不敢再奢望爱情 害怕谈恋爱 会招惹别人闲话 但是,爱情真的只存在于青春时代吗? 只有年轻人才配拥有吗? 这一集,让我们来聊聊 关于爱情的话题吧 首先,我想分享日本情爱文学作家 杜鞭淳一的一句话 如果我们想要爱 八十岁也不算晚 听到这句话,你有什么感觉呢? 我在想,很多长辈可能会直摇头 觉得年纪大了 应该表现成熟 稳重 避免像年轻人一样谈情说爱 华人的文化 认为老人不该追求 也不需要爱情 如果老了还谈恋爱 常常被说是老不休 事实又是如何呢? 我曾经询问台湾汽车旅馆业者 到底是几岁的人在用汽车旅馆约会? 回答居然是 老人比你想象中多 我们如果查一下在汽车旅馆约会 闹上媒体版面的人物 老人果然没有缺席 听起来好像不太好 对吧? 但是老人接触爱情 真的这么糟糕吗? 让我来说个朋友的例子给你听 我这个朋友 他叫做老张 老张四十年次 是典型的台湾小老板 年轻的时候 有打拼事业的目标 这几年却松懈下来 失去了生活的重心 老张很不快乐 健康也亮起红灯 常年被失眠 脂肪肝 高血压 高血脂 高尿酸 高血糖 各种问题困扰 老张年轻的时候被夸赞很帅 长得像隐星 秦祥林 现在却是秃头 大肚子 还因为缺乏运动 走路像鸭子 医生说老张的病情很严重 老张自己也知道他必须要运动以及减肥 问题是他站在走步机上 看完电视演的整部电影 走步机的马表几乎是零 老张待在办公室不知不觉就吃掉一包饼干跟糖果 有一天 老张在超商帮助一个被客人怪罪的打工妹妹解围 两个人就这么认识了 之后发现彼此很有话聊 某天 打工妹妹盯着她的大眼睛说 原来您很帅耶 老张一听 变得常常照镜子 注意自己的眼神 并且下定决心减肥 老张精精计算饮食卡路里 控制食量 下班去堤房边走路 半年下来瘦了十公斤 老张跟打工的妹妹用LINE在传讯息 老张只会传一些早安晚安的长辈问候图 打工妹妹有一天回答她 爱你哦 老张看了更是觉得自己恋爱了 整个人气色超棒 她去医院回诊 原本的脂肪肝 高血压 高血糖 各种数据都显示恢复正常 连不足的男性荷尔蒙也稳定了 听起来 是不是很神奇 爱情有这么大的魔力吗 其实 不只男女之间的爱情 我认识一位阿嬷 她看韩剧 迷上男明星 努力学习韩国的历史 苦练韩文 生活有了重心 人也变年轻了 其实啊 不管是独居 还是子孙满堂 人一旦没了老伴 很容易受到孤独的侵袭 如果可以开展新的恋爱关系 或者是向阿嬷 替自己的感情找个对象 可以改善情绪 提高体能 而且啊 根据美国的报告指出 安养院里得了失智症的老人 也可能因为谈恋爱而减轻症状 所以上了年纪还追求爱情 真的是老不休吗 我并不这么认为 而且我反导推荐中老年人 更应该追求爱情 借此找到生活中的一个新目标 增加对生命的激情 有心理学家做过实验 把60岁的人和40岁的人相比 发现年长的人 更期待浪漫的爱情 并且因为他们见识广泛 对爱情具备更成熟而温和的看法 既然谈了恋爱 顺其自然的 双方也可能发生比较亲密 隐私的互动 因此 接下来 让我们来聊聊 关于性 这件事 斯坦佛大学医学教授 Walter Bolt说过 如果你保持健康 有一个好的伴侣 你一直到死之前 都可以享受性生活 听到他的说法 你觉得有可能吗 会不会觉得 性在我们的文化中 属于年轻 冲动 浪漫 是与老 不可能有关系的事 以往的观念认为 老年人不需要性 尤其华人的长者 多是德高望重 想象中 应该没有性生活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可以用一份报道数据 来回答你 根据报道 在南台湾 65到96岁 平均72岁的老人 六成左右 仍然有性生活 其中 男性占了七成 女性占大概四成 从这个报道 可以发现 保有性生活的老人 其实并不在少数 从医学角度来看 医师会对性是活跃的老年人 给予肯定与支持 如果是对性有障碍者 也会提供治疗与指导 因为正常的性生活 可以让人体各种机能获得协调 是健康的标志之一 如果一个人性欲受创 受压制 或者无法满足 不但身体受害 也容易引发悲观 以及失望 所以说 老人主动而积极的性生活 对身心健康 幸福愉悦感来说 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 台湾俗话说 两脚走 三脚用 国语的意思是 男人两条腿运动 身上三条腿会强壮 高尔夫球场上 常有超过八十岁的男人 宣称自己 性生活与打球一样 又直又远 推感神准 一感进洞 上星期啊 有一个心脏科医师就告诉我 他的一位九十岁的男病人 需要做心导管手术 病人在乎的不是死亡率 而是会不会影响性生活 这位九十岁的男人认为 性生活是他仅存的幸福 比生命还重要 男人啊 不管多老 从不避讳他们对性的渴望 如果无法展现雄风 也会主动研究威尔刚 西立士 疏人不疏症 再不然啊 也会恋成一张嘴 跟男人比起来 却有不少女人 认为性是淫荡 不贤惠 跟年期停经 就是停止经过 性生活毕业 这个时候啊 如果男人不肯放手 仍然想要性生活 夫妻就可能彼此看不顺眼 大吵 甚至闹离婚 根据调查 女人越老 性生活质量越好 年轻的女人有月经 身育 家事 工作 种种困扰 但是年纪大的女人 没有负担 更能享受性生活 日本讨论女人老后健康的书籍中 也主张 性行为可以使体温升高 阴道 子宫 软潮 血液循环变好 荷尔蒙平衡 头发皮肤有光泽 透过和自己所爱的人亲密接触 可以刺激腹交感神经 降低焦虑的情绪 达到放松心情 以及安眠效果 所以啊 为了你的身体健康 甚至是美丽 踏入后青春的你 也该勇敢 拥抱美好的性生活 无论男女 有性生活的人 生命品质比较好 因为性生活带来的亲密关系 对于伴侣双方都有正面 积极的鼓励 老化带来的沮丧 也因为伴侣的接纳和认可 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 总结下来 我们首先聊到了谈恋爱是快乐的 年纪大的人 也同样拥有追求爱情的权利 适度的爱情滋润 除了让生活有目标之外 还能够因为想展现最美好的一面 对自我产生正向的改变 常常听到许多子女为了房产 名分等因素 反对长辈的恋情 我希望听了这集内容的你 能够尝试调整这样的态度 除了爱情 老人拥有性生活 也绝不是件可耻的事情 反而值得让人高兴 美好的性生活 可以滋润女性 也能促进老夫老妻的感情 找回当年亲密幸福的感觉 老人的爱情或是性生活 就和年轻人的一样 永远都是美好又珍贵的 希望你记得 这集就先谈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聊